受访的民众希望政府的援助力度能抵消部分的生活费和水费上涨 也有小贩表示将尽量节约用水 这期间已经承担不少其他的费用 下来考虑调整食品饮料价 再来看记者蔡可海的报道 受访公众说虽然能理解政府调高水费的做法 但下来还将面对车资和消费税上涨 现在只能尽量节约用水 唯一的办法是只有自己省而已 要不然那么热怎么节省 不用冲凉吗 不是可能嘛 如果政府真的没有办法要起18% 那么在别的方面他能够帮忙咯 这个世界一直在进步 物资一定会涨了嘛 有小贩说过去已自行吸收不少成本 下来恐怕无力承担 要我们是属于水摊的嘛 煮烧冷都要用到水嘛 所以一定是影响很大 晚上收尾要洗啊 全部用到水的啊 看咯 看你可以省就省咯 绿森一定要的嘛 福州咖啡酒餐商工会表示 水费占了营运成本的2%到3% 整体来讲影响是不大 但是过去的话这一路来很多东西物价都在都在涨啊 很多业者就是说都承受这些涨负 就是说自己承受啦 又加上这个2-3%的增负 业者如果是承受不了的话肯定会做一些调整 穷乔咖啡酒餐商工会表示 咖啡店的用水量是住家的好几倍 水费上涨势必让业者感到压力 工会将提醒会员节约用水 善用当局推出的增强版生水基金